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变量的格式化输出 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叫做格式化输出 同学们我们已经知道了 print函数可以把引号内的内容输出到控制台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在使用print函数 向控制台输出内容的时候 大家看啊 如果输出文字的同时 可以把变量中保存的数据一起输出会是什么效果呢 哎同学们看一下上面的示例啊 在之前我们完成过买苹果的案例 对吧 在之前的案例中呢 我们只是在控制台输出了一个45的数字 但是如果我们在控制台输出这样的内容 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同学们看在控制台输出 苹果的单价是多少钱一斤 购买了多少斤苹果需要支付多少钱 哎 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输出 是不是会更加人性化 那么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啊 就需要使用到格式化输出了 同学们 所谓格式化输出啊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格式化支付串 那什么又是格式化支付串呢 哎 老师给大家画一张图啊 假设我们要在屏幕上输出苹果的单价 什么什么 一直到支付45块钱 假设我们需要输这样一个完整的支付串 但是但是但是 这个支付串中有三个数值是变化的 那是哪三个数值呢 大家看苹果的单价9块钱是变化的 因为这个9块钱是保存在一个变量中的 对吧 另外呢 苹果的重量也是变化的 除此之外呢 需要支付的金额 是否同样也是变化的 那么我们要想建立一个格式化支付串啊 就在上面这个完整的支付串中 我们先挖三个小坑 这三个小坑呢 就是把我们变量的位置先空出来 那空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哎 同学们注意啊 空出来之后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一个百分号 这个百分号 专业的叫法呢 叫做格式化操作符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百分号后面啊 需要跟上一个字符 我们可以针对格式化字符串中的变量类型 来选择不同的字符 不同的字符呢 就可以代表不同类型的数据 同学们注意啊 不同类型的数据 是需要使用不同字符的 那可以使用哪些字符呢 哎 同学们看一下这张表啊 老师呢 在这张表中啊 列出了我们格式化字符串中常用的几个字符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啊 百分号s可以代表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百分号d可以代表整数类型的数据 而百分号f可以代表小数类型的数据 哎 等你们看 字符串整数小数都有了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上面的例子啊 如果我们希望在控制台输出苹果的单价是多少钱一斤 哎 同学们9.00应该使用什么控制符 哎 应该使用百分号f 对吧 那5.00呢 同样使用百分号f 45呢 同样使用百分号f 因此啊 我们先建立一个格式化字符串 在这个格式化字符串中呢 我们就在9.00这里写个百分号f 然后呢 在5.00这里同样也写一个百分号f 在45.00这里呢 同样也写一个百分号f 哎 大家看啊 现在一个格式化字符串呢 就是苹果单价百分号f元美金 购买了百分号f金 需要支付百分号f元 哎 一个完整的格式化字符串有了 那有了格式化字符串之后 我们怎么样用print函数来做输出呢 哎 同学们看 关键时刻到了 如果我们希望用print函数啊 在输出格式化字符串的同时 把对应的变量值一起输出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字符串引号后面 再增加一个百分号 在这个百分号后面 跟上变量的名字就可以 那如果我们一个格式化字符串中 包含有多个变量呢 也就是有多个坑呢 我们就可以在板方后面 增加一对完整的小块 然后呢 把格式化字符串中 需要的多个变量 依次填写 变量与变量之间 我们使用逗号风格就可以 哎 这个就是使用格式化字符串 来做格式化输出的基本语法 好 讲到这题 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变量的格式化输出的应用场景 用大白话来讲啊 就是我们在输出信息的同时 希望一起输出变量中保存的数据 要想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第一步应该建立一个格式化字符串 所谓格式化字符串啊 我们呢 就在希望输出的字符串中 用百分号f 把需要填写变量的位置先站上 站上之后呢 我们在使用print函数输出的时候 就可以在格式化字符串后面 跟上一个百分号 然后跟上变量名就可以 如果有多个变量 我们需要用一对小括扩起来 变量与变量之间用逗号风格就可以 好 讲到这里 在我们正式演练之前 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 但现在我们要如果看到我们的转型 给公司的话 画白 我们开启